全程热烈 大家好 我叫齐彦宇 来自金陵华店 我的爱情圈是 大哥小狗站上台 姑娘请你唱不唱 我今天就打算 站在这主持了 那我过去吧 别的 这站在这真像一堵墙似的 你发发现后面的光 好像都被挡了 能不能有这种感觉 你多高 1米93 我1米75 差不多身高 是不是感觉 差不多 你这腿长度有多少 114 腿就1米14 对 我觉得姑娘们 对于身高高的小伙子 还都是非常喜欢的 先看一下16个姑娘 对谁的感觉最好 厂上16个姑娘 对我们这位身高1米93 看看这位小伙子 对她感觉怎么样 大家可以先考虑一下 请选择 16个姑娘是非常支持你 接下来根据你的感觉 最少灭一盏灯 可以对象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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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灭 对不起 对不起 你灭 对不起 对不起 你比我大再说了 我接受不了带孩子的 你就像我们这种二婚带孩子 以前说的 就是比较珍惜感情 比较重要家庭 再说值得过日子靠谱 现在年轻小闺女 一个个年轻的一天 得了八糟 值得美值得浪的 每个假百八十块钱的 我这是花两块钱买一瓶 我自己抹的 我回家我擦就这样 烧炕做饭 那个不当干活 能抹一年 他们小闺年轻的 搬家每回家 百十来块钱 够给我家孩子买套一个 外家还能买个书包 你说他们得不到过日子 像我这多会过日子 我都不想说啥呀 就两个年买瓶值得还说 那我这还两个年都没买呢 我这涂都没涂 我老惫了 小闺女搬家搬家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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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看那脑袋 那个他那卷 你看那颜色 你看那啥 不到就化多鲜的 成败家了都 昨天思琪想了一个词 形容他的头发 思琪那叫啥来着 哎你的头发啊 早前赶赞 你叫苏不开呀 老王你听出这是啥词了吗 没有 我就是安善方言 怎么的 你再说一遍 赶赞了 吉利省境内叫赶赞了 来看一下这小伙子 第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大家好 我叫齐燕宇 今年26岁 身高193 我家人个都挺高 我妈一米六八 我那三个舅舅 都是一米八以上 我这个个高 是水根的 我这个个高 就是好 我家安个灯泡 别人都用梯子 我就用我这两个大长腿 我这个腿长就一米一四 我现在是一名油田工人 像大兴油田了 鸡灯油田了 经常储蓄库 我哪都走 我一个月 大概能赚五千 五千多块钱 我是单位的正式员工 有五险一斤 一年还有120天的 待薪休假 我们单位待遇特别好 每年有旅游一次 身体进行全面检查一次 年底还有年终奖 我呢是在油田工夫 我们油田管车管车 平常花椒很少 但是呢 就是说油田工人 也有油田工人的苦劳 以前别人都特别羡慕 我有重视工作 跟我搬对搬的 不是在家种地 就是没有固定工作 但是现在 一直要我引以为傲的工作 却成为了我爱情的绊脚石 我一年中 有七个月 大半年的时间 都在外地工作 不在家 能有哪个姑娘 愿意跟人家闹 我一个人在外面漂泊那么久 我现在想稳定下来 想在全身的链找个媳妇 我家已经把房子的首付款准备好了 你愿意和我组成一个小家吗 14号思琪 我妈呀 我这小伙子上台 我大个儿劳心了 我先下去 能不能跟他溜达一圈 来呗 那个思琪 你先说你的目的 你是想跟大个儿溜达 还是你相忠了 还是你怎么 你就先说你是什么心情 到下雨了 肯定是想懂了 劳心啊你大个儿了 你多高个儿啊思琪 我一米六 六一 六二 六三 六四 也不一定 你既然有这个想法 有请思琪 哎呀他拧上了你说说 回家去 来来来来 他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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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 这是要亲手的 这意思啊 哎呀这下来这俩儿就 这是 不是我是有点小似心的 我这么摟一下 他就到我嘎进窝去 那不正好吗 我这帮你要 正好啊 这个身高还是差一点 扭他扭他呗 走呗 来 来啦 我这家里有个人很酷 我这家里有个人很酷 我我必须地问问音响老师 你放这是什么音乐 我也想说 啊 我也想说 这不是那什么吗 什么什么音乐 爸爸去哪了 这音乐放了一点没走好啊 本来心情挺澎湃的 然后呢 走走倍都差了 这找哪儿去了都啊 我说马一回马 是好不容易下回台 这是什么 爸爸去哪了 哎白粉笔你说 我觉得我跟他站一起身高更合适 大家看看行不行 有 小声请白粉笔出来 来有请有请 白粉笔啊 你还没穿高跟鞋呢 哈哈 金高多少 1米78吧 这个真高 她1米78 真高 她1米78 我还1米8几呢 哎那小伙儿 为什么白粉笔上来 你就不用这个办法 来测量身高呢 这么搂 就是搂到脖子了 这么搂 直接是搂头 对 所以他俩 他俩太不适合了 搂到搂了一只 哈哈哈哈 不是 你看人思琦心态多好 咋的都是我这适合 对不对 是不是意思啊 对啊 你看老婆 咖一楼啊 我老头要他老婆 正好这 这干嘛去你了 这样你们三人留在一圈吧 你们有没有发现 其实他俩今天穿的衣服还挺搭的 特别搭 他上面这个花色跟他下面那个裤子 而且都白色系的 他俩这个还真是挺搭的 哎呀呀 你再拿也不好使啊 老包一起去 我觉得啊 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 心态 你的就是你自己觉得 你这个是优点还是缺点 你看我们在思琪之上就能感受得到 一米七八的姑娘下来 你都不觉得怎么样 是吧 对留下来照样一样 哎呀 你还挑战呢 好来掌声送给两位姑娘 谢谢谢谢 谢谢粉笔 谢谢思琪 谢谢 来看一下第二个 我这个人呢 比较随和 但是在彩礼方面 我只能给到一万零一块 或者是一三一四零 其中的寓意是 万里挑一和一生一四 彩礼只是个彩头 给多了好像是在卖姑娘一样 再说了我们的感情 怎么能用金钱来衡量呢 我们在有钱干活的都是老爷们 身边来了一个美女 都愿意都瞅两眼 我们可不是白瞅的 我们都愿意给你们凭分 基础分五分 膝膏条的加一分 按住放的减一分 八眼睛蒜眼皮的加两分 小眼睛咪咪眼的减两分 胸大 屁股大 从股脏上有S型的加五分 前后飞机场的解释是吗 如果你能拿到七分 就做我女朋友吧 电话刘娇 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刘娇 来自达安市安网站 我的爱情信言是我的老公 不一定要帅 别人的老公可以使劲帅 我今年27岁了 那你平时是看自己老公 还看别人的老公 我看别人的老公高兴一些 我觉得自己老公长得不帅 安全一些 我不能接受不给彩礼的 这是一种风俗的东西 我没说不给彩礼 彩礼都是万里条一样 感觉是我们给改口钱 我管叫妈给的改口钱 那你都给我一万零一了 你妈再给我一万零一 你们家你这放的 也不是那回事啊 你这不两万零二了吗 这个彩礼就是说 我喜欢那种就是说 白手起家的 你要是说要彩礼 要太特别多的话 其实我也拿不起 因为我是个单亲家庭 我妈妈领了我六岁的时候 领了我一直到现在 一直没找 包括我妈今天五十多岁的 还是在给别人打工 她是退休了 就是因为我没有父亲嘛 家里情况就是这样 买个房子又需要很多钱 家里只有我妈 我是这几年才找到工作的 也是这几年才上班的 挣的钱不是特别多 所以说我就对彩礼这方面 如果说你要我二十万 要三十万 能给你 拉一批眼机 我感觉你可以就是先给我 但以后我再 我就是说结完婚 这过程走完了 我把这钱再给你 那为啥呢 因为就是毕竟我们那儿 就是讲的这种 就是封锁会打听 知道吗 说问就是特别就是 思想比较封建一些 就打听说你家还结婚 婆婆加给多少钱呢 我妈告诉别人 我姑娘挺大 姑娘挺漂亮的 给了一万零一 我怎么心思 一万零一的话 如果说 我们那儿改口钱 婆婆就直接给一万零一了 就我实在是 真的不好意思 说实话说到底 是为了面 对 对 不好意思啊 是的 没事没事没事 实际上我觉得刘娇 说得挺实在的 道理都摆在刘娇面前说 给彩礼可以 汉珠的摔八瓣 挣出来的钱 给你们做彩礼 你认不认 其实刘娇可能心里也不得劲 但一想到 自己爸爸妈妈在村里 别人甩 你看这姑娘嫁出去 没有彩礼 这脸又搁不住 现在有多少要彩礼 给彩礼 就是为了面的 而为了这个面 又拆散了多少的 本好的姻缘呢 是不是 究竟这个婚 是为面而结 还是为自己结 是为别人而结 还是为你们自己而结 这个得自己心里又说 现在看到是 厂上的灯灯灭了 没关系 还有一个反转环节 爱咋咋地 这个还是放弃吧 既然都灭了 那就不争取了 我觉得小伙很务实 他希望找的 应该是一个 跟自己很匹配 甚至说门当户对的姑娘 是不是 就好比你出的彩礼一样 我彩礼 我能拿得了一万零一 来表达我的这份真诚 所以我要找的 就是能接纳 并且欣赏 这一万零一的那个姑娘 这一万零一的这份真诚 我能接纳 我能接纳